扎心啊兄弟们 昨天干那个活儿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好多兄弟们在评论区 关心我这个事儿 有给我出主意的 也有问我这个账结到没结到 说实话啊 特别感谢大家 在这个冷月寒天的这个季节 大家给我送了温暖 特别的暖心 我的这个事儿呢 已经解决了 就是按照我们当地的一个 60的起步价 500块钱 我觉得就这数还可以接受 也不想和他们再多说了 兄弟们就借着这事儿啊 我给大家说一说 挖掘机司机最不想碰到的事儿 首先呢 挖机行业里最扎心的一句话 大家知道是啥吧 就是告诉你 你能不能干 你不能干 给你们老板打电话 换人 最最荒唐的一句话就是 老板对司机说 好好干兄弟 年底亏待不了你 大家呢可以细评一下 对于司机 最无奈的一句话就是 你先干吧 没事 工资不会差你的 工地给了钱 我马上给你给工资 相信呢 这句话大家伙 都有听过啊 你说无奈不无奈 最怕的一件事呢 就是 刚吃完饭 老板给你撂一句话 吃完饭加班 就问你干不干吧 夹不夹吧 哎 说实话 这么多年 我是生有体会啊 兄弟们 好的兄弟们 感谢大家观看 我的挖机市场 祝大家在 挖机的道路上 一路长虹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